Hello, this is Paul,欢迎来到Paul英语课堂 最近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极大地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将教大家如何用英语表达新型冠状病毒 口罩、医用护目镜、防护服、疫情、隔离、消毒、封城 希望这节课对于广大英语学习者有帮助 同时能够帮助那些在国外生活、工作、代购、旅游的同学 甚至能够帮助你们能够用正确的英文和西方社会的人能够交流 告诉他们目前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些情况 同时如果你在国外再帮大家代购的或是帮大家捐助物资的同学 希望这些英文的表达能够帮助你们与国外的一些人能够正确的交流 传递正确的思想 OK 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在前线的那些义务工作者们 Thank you all for your dedicated hard work 你们辛苦了 Thank you all for your dedicated hard work 这句话的话就是感谢别人你们一如既往的辛苦的工作的意思 好 这地方的话 hard work 尼克尼也称为辛苦 hard work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也行 这最简单的 但你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 一如既往的就是这个单词 Dedicated 这单词一如既往的 Thank you all for your dedicated hard work 多谢你们一如既往的辛苦的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说第一个单词 Novel coronavirus 好 这地方的话 第一个重点单词的话 是我们学习的就是叫做新型冠状病毒 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英文 好 在我之前的课程里面的话 我已经教大家说了 比如说病毒怎么说 是virus 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那个课程 好 这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单词是novel novel这单词 它是代表的是新型的 新影的意思 就是跟前面的不一样的意思 novel 它就代表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以后用这单词的话 就知道它这地方是代表这种 这种冠状病毒的话 是一种新的 就新影的 新型的 以前没有见过的 好 这地方的话 我们新型冠状病毒的那个 我们可以叫它的型号吧 就这个地方是2019 或是2019 NCOV 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这地方 我们看到没有 这地方有一个冠状病毒的冠状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单词 我们读做 corona corona 所以大家就知道怎么读 比如说你在跟一些西方人交流的时候 如果你读错的话 别人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这单词读音是 corona corona coronavirus 新型冠状病毒 这样子的 novel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小说 小说 不过这地方是作为行文词 代表是新型的 新影的意思 大家理解了吗 好 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肆虐 不过呢 有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昨天在谷歌上面 搜索 排名 就搜索最流行的一个问题 就是 Does Corona Beer cause the coronavirus 好 很奇怪这句话 这地方是那个 corona beer corona beer 好 大家应该是看到过 这种啤酒 这是墨西哥销量 最好的啤酒 同时也是出口到 美国最多的一种啤酒 就是corona corona啤酒 在中国的话 也是有种啤酒的 然后这地方的话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 是否是这种啤酒 导致了新型冠状病毒呢 因为也是这样子的 因为corona 它这个单词 其实它就有这个啤酒 很多人对这个单词的理解 都仅限于这个啤酒的名字 corona 当然这个啤酒的品牌 最有名的就是corona extra 当然是卖最好的 然后这地方的cause 是导致的意思 所以有些人看完 是否喝这个啤酒 就导致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呢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的名字 它的那个corona 跟这个酒的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在有些视频里面 好像就是搞怪嘛 他就说 喝了这种啤酒的话 就倒下了 就变成僵尸了 有传染性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说一点就是corona 它其实大部分人的话 都只知道它具有 它是一种啤酒的一个brand 一个品牌的意思 好吧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单词的话 就怎么寄 它就是一个啤酒品牌 就OK 好 就这样子行呢 好 对你帮助你记忆的 还同时呢 因为很多人在就是来说这个话题嘛 对不对 是不是corona 但这个是搞笑的问题 好 我就说一下 所以说corona这个品牌在他们的官方的推特上面 写句话 我们来学习一下 again you don't get the coronavirus by drinking our beer corona virus symptoms include fever runny nose and coughing symptoms of drinking corona include gagging craving tuck bill and waking up next to someone you wish you wouldn't have 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一段就是再一次啊 我再次强调 你不会通过喝我们的啤酒 得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 得这种冠状病毒的 冠状病毒的那些symptom 代表是症状的意思 这那次可以学一下symptom 症状是包括了有fever 我之前讲过的就是发热 不知道同学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发热 还有running nose 你有鼻涕啊 coughing 咳啊 这是就不断的咳啊 就这样子 ok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喝了我们的corona 还有那些症状呢 包括有gagging 就代表是呃 想想呕吐 但是还没有吐出来 就是干呕的意思 craving craving taco bell tacobell是一家很有名的墨西哥餐 就是你喝了corona以后的话 craving 这地方代表是很想要的意思 很想去那个tacobell吃墨西哥餐 因为我讲过corona 那是墨西哥的一种啤酒 对不对 那他是在墨西哥原汁原味制造的 ok waking up next to someone you wish you wouldn't have 像这地方什么意思 就指的是啊 你醒来的时候 你旁边躺的是那个 你不希望啊 在你旁边那个人就喝醉了 这样子意思 就这个地方的corona 他的一个回应是非常有趣的啊 非常有趣的 ok 好 这地方的关键词啊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fever running nose Coffing 包括Sempton这些单词都是非常好的英语学习的单词 相对你有帮助 ok好 但是我还讲一下corona本身的意思 它本来是指的是日啊 日缅的意思 就是那个太阳的附近的光环的意思 crona 它强调那种光环或是皇冠的意思啊 就是皇冠的意思 所以这一方的话 corona就冠状嘛 就是像皇冠一样的冠状啊 这样子意思 所以说根据维基百科 according to wikipedia the name coronavirus is derived from the latin corona meaning crown or halo which refers to the characteristic appearance of the virus particles variance they have a french reminiscent of a royal crown or of the sonar corona 好 单词corona 意思就指的是皇冠 或是光环的意思 然后是指的是啊 是指的是这个病毒的病毒particle 代表是颗粒啊 粒子或是形状的意思 就是这种病毒的样子啊 或叫做viren viren啊 然后它的那个外表的特征啊 就像这种皇冠或像这种光环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他们的那个形状的话 就他们的边缘就使人想到了皇冠 或是太阳的那个光环的意思 大家理解了吗 是这样子的 OK 好 今天第二个单词啊 mask mask 好 这单词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配图就知道是口罩 口罩 mask mask 比如下面的 这个是那个 N95这种口罩啊 这样子的 OK 好 口罩 mask mask 我们看一下啊 这地方怎么来使用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One use face masks are more comfortable to wear compared to N95 respirators 好 这地方有个单词叫 respirator 好 这单词 respirator 意思就代表是 呼吸的装置 或呼吸的口罩啊 或是就是呼吸的工具的意思啊 这地方它也是指呼吸的口罩 或者呼吸工具的意思 它不像mask 它是广泛的指口罩 普通的也是它 就是respirator 它一般是只能够帮助呼吸的 比如说那种防毒的面罩之类的 这样子的啊 因为N95的话 它更更多是一种更专业性的 能够防止95%的那种颗粒嘛 病毒颗粒的 所以它是我们可以用 respirator 但你用mask也行啊 所以这地方的One use代表是一次性的 这种句子一直就指的是 比起N95口罩来讲的话 一次性的这种面罩的话 就戴起来是更加的舒服 这样子啊 大家理解没有啊 所以这地方的口罩啊 简单我们就可以用这单词 mask mask一次性的One use 你可以说One use mask 这样子也行 好 大家学会了吗 Let's continue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下面一个单词 goggles goggles 我这边用的复数 因为它是那个护目镜啊 眼睛的话都是用复数的 goggles 比如说我们这样说的glasses 好 这护目镜的意思 因为呃 很多人也应该是知道了啊 这种病毒的话 可以通过眼睛啊 眼睛的那种 呃 间接的接触 它是可以传播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单词goggles goggles 所以你到国外 如果你要买一些这种 护目镜 哦 要那个寄回国的话啊 然后你知道是这个样子的说法 不要说它是glasses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一句 It is important to wear protective eyewear quality protective goggles can help 好 护目镜的话是很重要的 高质量的护目镜是能够帮助 这地方我为什么第一个 Protective eyewear代表是保护性的就是在护目的装置 或一般是眼镜哈 结果你可以放成护目装置意思 eyewear就代表是戴在眼镜眼镜上的东西的意思啊 这样子 但下面的话就是特别就是特别的护目镜的 Protective代表是防护的意思 因为你如果不说防护的话 你说goggles也行 其实我这地方只是强调一下protective 好 也可以说goggles或是protective goggles都行 好吧 这样子的 但我们一定要买的quality protective goggles 都by the bad ones OK好 这样子的 当然你解决没有 OK 但记住这个单词goggles不是google 两个有点像哦 两个有点像 goggles是那个两个G 这个是google 这个是两个O alright 好 我们学第四个protective coveralls protective coveralls 这什么意思呢 protective跟我们讲过 代表是保护性的 coveralls代表就是什么呢 就代表是从头到脚的啊 就那种就能够给你遮完的啊 那种防护 就可以就说防护服装的意思 就合在一起就是防护服装 大家听懂了吗 coveralls 这样子的 看没有cover代表是遮吗 all代表是全部 对不对 这样子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 in the UK people say overalls or boiler suit to mean coveralls 好 这句话意思又指的是 在英国的话 人们说overalls 或是boiler suit 来代表coveralls 这样子的一个单词 所以在英国的话 他们的用法就是不一样啊 用的是overalls 或是boiler suit boiler suit 这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下面的配图 这样配图的话就讲到了啊 这种 coveralls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学会了吗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这地方是防护服的意思 如果你要去买防护服的话 如果在欧洲的话 你记住是overalls 或是boiler suit 在美洲的话 特别在美国的话 是coveralls coveralls 这样子的 就用夫说 OK 他出那个suit不需要 因为suit本来就代表一套衣服的意思了 这样子的 大家会啊 一般这种的话 都是强烈的是工作服 我强调 他都是强烈是工作服 OK Next pandemic pandemic 好 这地方pandemic pand它是个前句 代表是广泛的 广泛的意思 pandemic 这地方什么意思 有种东西的话 就是pandemic 就是h1n1 是全球肆虐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pandemic 代表是全球性的那种 疫情或是那种 就是流行病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疫情怎么理解 就是可以说pandemic 我这地方说点夸张 其实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如果是全球性肆虐的 可以说pandemic 如果只是在中国大规模 肆虐的话 我们可以叫做另外一个单词 叫做epidemic 但我其实觉得 现在已经在全球的话 已经是引起大家担心了 很多国家的话 都在取消去中国 或是从中国来往 他们本国的航班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用这单词可以 所以说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pandemic 好吧 这样子的 好 这地方有三个单词 一个是endemic 一个是epidemic 一个是pandemic 好 第一个单词endemic 左边 你看到没有 这几个单词 长得是比较像的 第一个单词endemic 它是指的是 比如说像 一些那种 那个牛痘 或者是一些水痘之类的 在一个地区 长时间 或就永久存在的一种 一种那种 流行病的意思 然后呢 它不是非常严重的 这样子意思 或者是某种风俗习惯 它长期存在 也可以用endemic 好 接下来这个就是流行病了 就是一定是指病了 epidemic epidemic 它一定是指病 它又代表是流行病 是在一个地区 一个地区 那个发生的一种 传染性的疾病 就epidemic 你看一下我的配图 这个就知道了 下面一个的话就是 不止一个例子 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传染的 就叫pandemic pandemic 其实很多报道的话 都觉得这一次的那个 新型冠状病毒 是epidemic 不过这地方我们也了解 你可以叫它epidemic 但是我觉得 其实现在叫pandemic 有点为时过早 不过呢 你了解一下 这当时也没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说 它是一个epidemic 也没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吧 The coronavirus spread is becoming a pandemic which is a big concern 这个话意思又指的是 冠状病毒 就这种冠状病毒的传播 已经成为了一种 全球的流行病了 就是全球的疫情 疫情 然后呢 这是一个非常利用担忧的情况 看到没有concern 利用担忧的事情的意思 这样子的 那么下面 接下来看一下下面的 这些 这个是截止到2002年 1月28号的一个 就是全球 就这种分布图 就这种传染的 这种病毒的分布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的情况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pandemic 大家理解没 也就全球性的疫情的意思 所以刚才我也给大家讲了 那个疫情的那个表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OK 好 当然现在的话 那个疫情 就是说新增的那些 确认的病例 也在不断增加 希望大家能够 那个保护自己 OK 接下 number six quarantine quarantine 这单词意思又指是隔离 我再念一遍 quarantine 大家学会了吗 好 这个单词的隔离的意思 它其实动词也是个名词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the new patients have been put in quarantine 意思又指是新的这些病人的话 已经被放入隔离了 就是说已经被隔离了 这意思 这是用作名词的用法 所以你可以用put in quarantine 来这样子表达 比如说put somebody in quarantine 这样子来表达 他学会了 比如说隔离词就是quarantine room quarantine room 我们下面的配图 对吧 这样子的 OK 好 number seven sterilize sterilize 这单词意思代表是消毒 但我消毒的话有三个单词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是我配图里面的sanitize 这个单词意思 这个单词意思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用一些我们的肥皂 或是一些消毒液 就那种简单的洗手液 我们消那种就叫sanitize 我们也叫它sanitizer negative sanitize 它只是 kills some bacteria or viruses 它只是杀掉其中的一些病毒或那个就是细菌或病毒啊 看到没有细菌或病毒 bacteria 细菌 viruses 我之前讲过的是那个病毒的意思 然后这个当然是some 然后下面的disinfect 我们之前讲过infect的意思代表是感染对不对 disinfect 意思代表是不的意思 disinfect 意思代表是消毒 这样子意思 然后这种消毒是什么消毒 它会杀掉大部分的细菌 以及那个病毒 virus 这样子意思 大家听懂了吗 然后这样子 比如说用酒精 就是一种典型的 disinfection 这样子的 好 第三个就刚才我强烈推荐 就是sterilize 它是指要杀掉或是使所有的这些细菌和病毒都没有作用 所有的 这样子 所以最严重就是sterilize 比如说用高温去蒸 高压的那种锅去蒸 或是特别是用在餐具消毒上面 这个sterilize是非常有作用的 或者是那些 比如说用x-ray对不对 等一些其他的高温的方法 甚至用一些那种很强的消毒液去加毒 加剧消毒都用这样子sterilize 所以我选的是消毒 反正目前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就sterilize的话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这是最能够彻底给消毒的一种方式 OK 大家学会了吗 但你基本的什么洗手液 就是第一个sanitize 用酒精的话就第二个 disinfect 好 比如举个例子 this type of soap can't work to sterilize your hands from coronaviruses 好 就是这种洗手液不能够让你的手免于受到冠状病毒的伤害 意思就是它不能够使你的手消毒来避免冠状病毒的意思 他们有这样子的 刚刚我讲过steralize的话 它需要的高温等其他一些方式 是最serious 是最认真的一种方式 steralize 大家学会了吗 so you can sterilize your house OK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今天的那个最后一个就是lock down lock down 这个单词意思 它代表是封城 或是那个宵禁的意思 封城 它是一个名词 比如我们那个该消毒了也消了 什么都做了 但是呢 那个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有些地方它确实是很糟糕啊 就害怕有人流跑出去 然后呢 有更多的人传染了 所以就需要封城或是封锁一条一个地方或一个街区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lock down lock down 它是一个名词 大家知道吗 OK好 比如说我们举例子 people are trying to make their life good under lockdown in Wuhan 这块意思又指的是 人们的话也试图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即使在怎么样呢 即使在武汉封城的情况下 就是说即使在武汉封城 加那个lock down 这样子一个意思 大家学会了吗 所以我们要给武汉加油哦 这样子的 OK好 Let's pray for Wuhan 让我们为武汉祈祷 All right 好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 那个 齐心协力 战胜这一次的 非常糟糕的 一种面临的挑战 OK OK 希望这一课对大家有帮助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